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美琴 欢迎大家收看台湾广场 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 也是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 Edward Said 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他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东方 其实是西方世界 刻画出来的一个想象概念 他并不是代表真正的东方的意涵 西方世界的媒体 会用他们认识的东方 来呈现给我们乐听人 久而久之 造成西方人以为 他们在媒体看到 所谓的东方就是东方 在这里 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 台湾西部人 所认识的东部花莲 是真正的花莲吗 不可否认 许多人都是借由网路的讯息 媒体的镜头 来认识花莲 借由朋友分享的旅行经验 或是自己短促停留的记忆 来认识花莲 于是我们轻易地把花莲 与好山好水 画上等号 然而 在这样的认知以外 还有什么是我们没能见到的呢 花莲门诺医院前院长柏柔兰 曾经很感慨地说 去美国很近 来花莲很远 花莲在山的另一边 很多国人都关心花莲 但许多人 其实对花莲并不了解 如果决策者 只是以台北观点 来处理公共政策 那么东部真正需要的实质建设 便容易被忽略 甚至被误解 例如 想到花莲 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 它地广人稀 环境清幽 没有污染 是一个发展农业的好地方 可是在花莲 台风频繁 交通运输不便 在地市场有限 盛产的农作物 经常因运输 加工成本过高等因素 而被迫放弃 这是西部人不认识的花莲 又如旅客们来到花莲赤柯山 欣赏美丽的金针花海 但是旅客所看不见的是 花开了就不能卖 能卖的价格不好 让在地的农村子弟 不得不离开家园 到异地城市去谋生 旅客们或许都知道 要前往花莲旅游的火车票 一票难求 但是他们很难理解 一票难求 对于在异地的花莲游子来说 是代表着回家的路 太遥远 太困难 对于在家 等不到游子的父母而言 是道不尽的无奈 近年来 花莲发展观光 旅客人潮常挤爆 著名的观光景点 西部人从镜头上看到的 或许是经济利益 但是他们看不见 花莲一般人生活品质 与在地文化所受到的冲击 花莲是由原住民 客家 闽南 外省人等多元族群所组成 其介于高山大海之间 一百多年来 逐渐发展出它独特性 它需要大家更用心去了解 美琴将在未来几集 台湾广场中 继续与大家探讨与分享 东部的政策问题 今天先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